好 我們回答Prada1913 普拉達 阿善說56元有貨 虧6元左右 他說怎麼算好呢 他說不是看好名牌銷售前景的嗎 你會建議他怎麼做呢 看好名牌銷售前景 但是別人說30-40元的位置看好 所以這些位置是很尷尬的 因為基本因素還是很強 你看看56-55元的位置絕對有機會 但是我會選擇捱下去的建議 因為事實上你覺得是對的 那些奢侈品銷售真的應該不差 而這個市場 現在整個市場 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環球股市也是的 唯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通脹壓力 加不了價 這些相對的奢侈品 加價對他們的難度 真是容易到不得了 那些人怕他不加價 因為你不加價那些東西不值錢 那些人更加不去買 所以轉價成本是非常之強 所以唯一的不好處就是你買那個馬鈴 真的相對地比較遲 其實你開張圖開得遠一點也是的 你講這隻股份 因為我們在講這幾年來看短線的東西 中短線的東西 你從COVID-19 2020年那些時間點開始看就知道了 那些時間點就是由三十多元二十多元炒上來 甚至一倍 你就是在那個估值上面去 它的確是反映了很大部分的東西 不是那些近期新鮮新聞來的 記住你做一些中短線 記住這個短線投機部署位置 你看新聞看到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已經是反映了七七八八的 你是要按Furder 未來可能是在未來你Price之後的東西 其實這些奢侈品都有個風險的 簡單來說這一兩年不是在香港的 全世界都是大家出不了去旅遊 那又貧富懸殊的 那那些有錢人做什麼呢 那就是去買消費奢侈品 但是問題是一旦通關 旅遊復甦了 那可能消費力轉到其他地方 所以短線是會有風險的 但是我又覺得不會一波風這樣再改變 那個估值都叫做合理 偏貴雖然是怕殺估值 所以訂一個指示位給你 如果你是訂一個指示位 我覺得其實50元我們是預計它站穩的 站不上50元 如果你真的很重創的話 我們先顧一點點 以今天收市價計 那如果你是收得站50元樓上 真的不用怕的 其實站在45元樓上的圖仍然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拿到給你回價向的 其實這些股份最尷尬就是 為什麼經常說高位駕要指示 就是假設讓你駕到家鄉 你都不知道走不走 所以我覺得你買這些股份 都預計了中長線保存 短線正在捱价 那沒辦法就是因為高位駕了 指示位全部撕掉了 下一個指示位就是打45元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很怕很重創的話 50元做一個分稅 你先下車吧 是